大家好,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前陣子從上海回到台灣了 那大家應該很好奇我去上海做了什麼吧 今天我就要公布給大家 上海有一間非常大的公司 叫做香蕉娛樂 那這一次香蕉娛樂 它在招募第三期的練習生 它這一次是跟RBW一起結合的 出道之後就可以接受到 兩家公司的所有資源 等於一半你就是媽媽木的師妹 然後我當初知道這個audition的時候 是我之前的高中老師 就是傳給我這個網址 我想說好吧,那就去參加看看吧 於是呢,我就在台灣先在網路官網上 報名了第一次的試鏡 就是傳一些基本資料啊,大頭照 它們最特別的是 它們要傳素顏照 正面兩張側面的素顏照 過了沒多久,我就 審核通過 就是網路還選審核通過 現在因為政治的關係 所以它們沒有辦法來台灣 於是台灣廠就取消 通知我去別廠 可是別廠基本上都在上海 那上海呢,就是在他們的公司練習室 其實我這次去的時候 真的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台灣人 只有我一個 我就還蠻緊張的 因為其實內地小孩的實力 其實也說非常的強 我覺得就是可以跟你們分享 audition的心得 你們可以先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他們這次的活動海報 進到公司之後 它就會讓你 所有人都 待在等候室 等候室呢 就是所謂的舞蹈教室 在舞蹈教室裡面 你就是可以練唱歌啊 或者是練跳舞之類的 我當天呢 我的號碼就是1號 我一進去 差不多過10分鐘 我就進去 audition了 audition它的現場呢 我以為是只有4個評審而已 其實不是 總共是兩排 前面是4個主要的評審 後面還有一排公司內部審核的人 等於是兩排的人 正在看著你做audition 它前面會擺設一個高級的相機 然後會給你他們的麥克風 然後就是開始自我介紹 唱歌跳 audition完之後 應該是當天現場公佈 不回的名字 那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我回台灣了 所以代表就是 我沒有錄取了 那就是如果你們之後 還有問題的話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也會硬硬的回答你們 那希望你們 之後的audition都 超好的結果 下一次影片見 再見喔